再下一張 這個也是在剛才的總辦公室 跟主力工廠的一個公園的小空間 裡面這個都是我們自己台北機場 員工自己所設建的 那這底下是機器人 他是我們台北機場 涅蘭機工廠有同仁 他就會利用我們原來 或是說有已經車子的報廢掉了 那報廢的零件做機器人 這個是其中的一種 當然這個小的機器人 後來我們同仁有做更大的機器人 也不僅送給我們台鐵的其他相關單位 甚至也送給外面的一個學術單位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種 那這個也是機器人的其中一種 那這個也是一樣都是屬於台北機場 所自行來製作的 都是涅蘭機工廠他們所製造的 另外呢這個孔明宇 他是利用我們的廢棄的車輪 因為他資金已經太小 直徑太小了 所以用報廢的車輪 車軸 然後巧思做成一個椅子 那這個也是放在廠區裡面 那走上方的這個呢 是我們總辦公室的一個走廊 他是總辦公室 這是他只有一二樓 但是他是一樓的走道 這個是總辦公室 那前面呢 因為要通往就涅蘭機工廠 然後左邊呢是主力工廠 那右下角呢 這個是在斷野工廠前面 也是我們同仁呢 所做的一個製作的一個判勤符 這是小型的一個模型 這是總辦公室的一個正門 那這個是我們台北機場 Mark的一個名牌 當時呢 因為這個簡報呢 是在民國八九十 民國八十 九十七年 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當時的維修的車種呢 還是有PP機車 通勤電源車 自強號電力機車 自強號的電源車 電力機車 裁電機車 當時的維修的一個車種 那貨車 還有客車呢 他是就轉移到高雄機場 裡面去做維修 這是我們維修的等級 那這些呢 是一般的就是 overhold 就是大修的 沒有列在這裡面 就是三級檢修 就是四級檢修 還五級檢修的 沒有列在這裡面 那客車呢 是通常一般刪減的是兩 就兩年半就要進場做刪減 那其他的車輛 機車也好 電電車也好 都是三年到十二年 根據維修等級的不同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我有看到 因為剛好我們今年的台鐵 6月9號 鐵路節 有十二代同堂 環遊全島 那當時呢 民國就是97年 96年以前 我們當時是七代同堂 有剛好在機場裡面 然後七代的我們列車就排在一起 曾經給他照過相這樣 那這是說明他的維修的車種 這是佩拉斯電車組 這是PushPool 這是這一型的車子呢 講起來他講說是韓國得標 但是機車呢 是南非製造 但是南非呢 他的電器系統呢 是英國的GC公司 GC Austin 客車呢 是韓國所製造 所以客車跟機車不一樣 機車的建造人員呢 到南非到英國 那客車的建造同仁呢 就到韓國去 這是他的PP機車 PP列車 那裁電機車呢 因為很早 他向 國外買的時候 他有兩種車型 有從日本買 也有從美國買 那S200 300 400 跟R20型到R180型呢 這是從美國買 那R0型呢 是從日本買 它是R1號到R12號 有這些車子呢 是就極少數的車輛呢 是從日本購置的 這是各型的機車的一個 裡面的一個系統的一個架構 這是300型的財電機車的系統架構 400型 那這是R0型的 這就是 他的製造廠商呢 是日本日立公司 那R20型到R180型呢 這是美國的所製造的 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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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從美國製造 這也是 那另外 因為各位前輩呢 假如說 各位想這些製造 我是有帶來 等於可以都請 就是我們瑜隊長呢 可以轉運改天轉運給各位前輩 那電力機車呢 當時維修呢 是我們有GEC 有GE 那100型 還有GE的200 300 400 這裡我也特別的說明一下 在 對不起 在電力機車方面 GEC的100型的電力機車 是英國第一期早期的 最先台鐵電氣化 所購置的電力機車 在前面 那個 後來這個GEC電力機呢 這是從美國的 1200 1300 400 那1400型呢 是 最後面 因為電機後來發覺呢 就是我們台鐵運用的機車 不足 又再購置了 401到412 這12輛是400型的 那1200 1300 它們有些哪些差別呢 就 1200型跟1300 400型呢 它可以拉 舉光號的客車 就是它有冷氣的供應 有冷氣的400式的電源供應 300型就沒有 那GE系電力機車的 1100型也沒有 這裡我還也跟各位前輩報告 就是說 1100型 當時候 購置 也跟EMU 早期的1100型 英國的那個第一批次來到台灣的電氣化 來到台灣的那個吃牆號的電電車呢 是同時進來 可是呢電力機車呢 因為必須要通過我們台鐵 耗製系統的一個考驗 所以它沒有 當時沒有經過這個考驗呢 在台北機場 也經過一段時間的去改造 為了要符合我們耗製系統 叫GEC IN RUSH的 要通過這方面的測試 所以當時GEC的電力機車 是歷經的辛苦呢 是非常大的 這是1100型的電力機車 這是1200型 這是1300型的電力機車 三百型跟兩百型 它在車通的地方 實際 這個地方啊 就是說少了 因為 這個是有這個三項的電源 雖然有這個 但是它裡面 這兩百型 這個三項電源呢 是要給客車車廂 四百式的電源 因為冷氣的電源 是用四百四十伏特 所以呢 兩百型跟四百型 就有這個三項的 這個電纜線連接頭 三百型就沒有 因為三百型 它沒有附這個 在它的結構裡面 就架構為這個車輛的 它沒有叫MASAT 叫Model Alternator 就馬達發電機組 它沒有這方面的一個設備 所以就沒有辦法供應四百四的電源 給後面的客車 因此三百型的 就是拉貨物列車 兩百型四百型呢 就拉我們的電力機車 拉我們的 舉光號的這種 客車 有冷氣的客車 那這一四百 這是四百型的 那電電車的形式呢 就有這麼多種 一百 三百 四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三百 六百 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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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一個更換 然後呢 在裡面的 有一些缺失呢 做一些改造 那就改為 一千兩百型的自強號電燃車 原來是一名兩百型的自強號電燃車 然後這裡面是他所談的這些電燃車的一個架構方式 因為一百型他是五個車輛列為一列車 可是兩百 三百 四百 他們都是以三個車輛來整合為一個列車 這是剛才所講的兩百型的 後來改為一千兩百型 這是三百型的電燃車 那這裡我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三百型的電燃車 剛才講一名兩百型 一名一百型 一名四百型 它都是在英國製造 三百型呢 是在意大利製造 可是呢 轉向架 車身部分是在意大利 但是呢 電器控制系統 這也是利用在英國 英國的Brush公司所存置的一個電器系統 那四百型 兩百型 跟早期的一名一百型呢 都是在ZEC 那早期的ZEC 因為還沒有跟Astom呢 整個合作的時候 一百型呢 是存的一些公司 後來四百型呢 是改為ZEC Astom PP機車的電器部分呢 也是ZEC Astom 那一名五百型呢 這個電燃車呢 它就在韓國製造了 它是在韓國的大宇重工 它也是 但是 跟以前的那個一名一百型不一樣 它這裡有四個車主 並為四列車呢 四台車呢 來成一列車 那前後EMC跟EM 這兩個是有動力駕駛的 那中間的兩台是純客車 它就沒有動力的一個編制 目前來講 台鐵的所有的動力系統 不管是EMU也好 不管是自強號的整列車也好 它的動力屬於叫做動力集中式 而不是屬於動力分散式 所謂動力分散式呢 就是說 本來在機車頭的動力 它的牽引設備呢 是分散到客車的有動力的一個車廂 但是呢 機車目前來講 台鐵的機車也好 它的一個EMU也好 都是屬於動力集中式 唯一的就是說 你不管整組列車 它還是有前後都可以駕駛 所以這裡的EMC跟EM這兩個是 因為它是車頭 所以這兩個都有動力 可是我們整個列車廂 它不是只有這麼一組的一個編制 有時候會有兩組 有時候會有三組 根據載客的需求呢 那三組平為一個列車 可是呢 就中間的EM跟這邊的連接的 第二組連接的車頭 它只是連接 那這邊的就沒有做一個動力